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何老师 那么很高兴这一讲我们将给大家继续讲解关于微博前端的一些开发规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节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关于Jasquiv的规范三 那么这一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invent score in limit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关于parent element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讲呢 因为在IE浏览器和在火服浏览器下面呢 他们这里呢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invent score in limit src element是什么意思,可能同学还不清楚 这是一个事件对象 那么这个事件对象呢 后边这个属性src element src呢我们在imagine这样的一些图片标签里面经常会用到 它是属于一个这个路径的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的作用就是用来找到触发事件的这个原对象 就是说比如说我点击了这个按钮 我现在要获取这个按钮里面的文字或者获取按钮里面包含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event.score in limit去找到这个按钮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按钮的这个属性去获取它的value值或者其他的属性的值 那么在我们的前段开发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 这个属性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 那么在IE的这个浏览器下面 invent对象呢 它是有这个src element属性的 但是没有target属性 target是目标 那么在firefox这个浏览器下面 event它是有这个target属性 但是呢没有score element属性 那么这样呢势必会造成这个数据的一些兼容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问题呢 我们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符号 event.target 然后who 也就是说invent.window.src element 也就是说去判断哪一个啊 哪个符合我们当前的浏览器运行标准呢 我们就把这个的数据呢 取出来复制给这个对象 这是我们解决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怎么去使用 我们呢一起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那为了实现啊 看到这个案例 我这里呢专门准备了一个demo 那么这个demo呢 是一个切换图片的一个demo 这个我们在上一节的作业当中呢 也给大家讲了 让大家自己人去实现一个这样的案例 我们先在360浏览器当中 去把这个浏览一下 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我现在的目的呢 就点击下面的图片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图片的内容呢 切换到上边这个图片上面来 那么这个在我们上一开发当中 是运用的非常广泛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讲呢 让大家也可以掌握一些 这个Jarscript的一些开发的一些技巧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在如果我们只考虑IE浏览器的话 那么这个呢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来现在看这个布局哈 这个是一个DAV 这个DAV里面放了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我们给定了个ID 叫TargetImagi 就是目标图片 然后下边这里一个DAV容器 这个DAV容器里面呢 是放的一个四个DAV盒子 那么这四个DAV盒子里面 分别放了四个小的图片 那么因为我们给它加了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呢就是一个样式 那么就是说向左浮动 它的宽高边框哈 还有就是间距 那么它它的显示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效果 放在一行当中显示 并且呢有边框 并且呢 左右之间呢 有这个20个像素的间距 那么这个间距呢 我们可以呢 你可以觉得宽了 你可以在这里去调 比如说这个是调左右的哈 上面是调上下的 那这里呢刷新一下 OK 那么就这样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的是点击这个小图片 要使这个小图片的内容呢 放到大图片当中来 那么在IE浏览器当中 我们的处理方法呢 就是写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写一个函数的名称哈 这里呢我们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 Show Imagine OK 就显示图片嘛 显示图片 OK 那么这个显示图片呢 我们在这个Windows当中 我们可以呢 首先就获取 获取这个对象 就是这里呢 可以通过DocumentElement Document DocumentElement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 就是要复值的这个目标图片 这个目标图片的ID呢 先获取过来 OK OK 获取过来 获取过来以后呢 我们再通过这个Invent 对 这里呢 SRC Element 对 SRC 好 这个就是触发事件的这个原对象 然后它的SRC属性呢 就是取出它的这个路径 然后复值给这个目标图片的SRC属性 那么它就可以实现一个基本的切换功能 我们呢 刷新一下 诶 这里呢 可能是 我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单词写错了 event srcElement emint 把这个复制一下 好 这里呢 这个函数呢 我们还需要 去使用 去调用 在哪里调用呢 我们现在呢 是鼠标移到这个下边图片上 那我们就给它加一个 MouseOver的事件 就是鼠标移动的事件 这个悬停事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呢 给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OK 那么也就是这四个图片呢 我们都调用在同一个方法 这也是我们上一节所讲的 这个方法的重用性 那么这样呢 就实现了一个图片的一个 切换的一个 非常炫的一个效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 这个火服浏览器当中呢 来看一下 它会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OK 那么我们在火服浏览器当中 你会发现 它根本就没动 没动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放到 这里面来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Jascript 在浏览器当中的 兼容性问题 那么我们作为前端的 开发人员呢 我们需要知道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OK 那么这里 我们在这个课件里面呢 也给大家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 就是 我们可以使用invent 因为在这个 火服里面呢 它支持的是inventor.target 那么在Ie流行器当中 支持的是这样的一个 window.invent 这个window 这个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 然后inventor.score.inlement 我们可以呢 把这句代码呢 把它copy过来 copy过来以后呢 把它放到 好 放到咱们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呢 把这两行代码呢 先给它注释一下 我们先把它放过来 OK 那么这个inventor.target inventor.score.element 这个就是我们 也是触发事件的这个目标 这也是触发事件的目标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写一句代码 就是把这代码复制过来 就是要获取 就是获取呢 这个要被复值的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这个对象 获取过来以后 当然注意了 这里有个问题了 因为我刚才呢 这里获取这个 触发事件对象 使用的orgy 那这个目标对象呢 使用orgy 那么这个肯定会出现问题的 所以呢 我们呢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imagineorgy 这个代表的是 我们的图片对象 OK 那这个图片对象呢 我们找到它的src属性呢 去给它复制 也就是把这个事件对象的 src属性取过来 复制给它 就是说 触发事件的时候 用的是哪一个 然后它把这个src的值呢 复制给我们图片对象 然后呢 我们先在这个IE浏览器 这个当中来看 它是支持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放在 我们的伙伏浏览器当中 来看的话 诶 这里呢 好像还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再刷新 再试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在哪里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函数 再进一步的完善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 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给它传入一个 当前的事件对象 Event 我们把这个事件对象呢 给它传进来 也就是作为一个参数 给它传进来 那么这个参数呢 我们在这儿呢 定一个 E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把这个对象 就直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e.target 那么是指 当前传入的这个事件对象 然后呢 获取它的目标 这个圆 也就是获取它的这个目标的这个 标签 然后复制给这个OBJ 这个对象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OBJ的这个对象的SRC属性取出来 来复制给这个Image OBJ的SRC属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当前的这个页面 OK 那么我们就成功的解决了 这个关于 这个Fairfox下面的这个浏览器的兼容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加Script 大家再看一下 在这个IE内核的浏览器当中呢 它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InventScoreElement 它的一个解决方法 然后它的一个解决方法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这个ParentElement问题 那么有时候我们在 点击一个标签的时候 可能呢 我们的目的是获取它的 这个负极容器的这个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ParentElement 这个元素 这个属性呢 来进行获取 那么在Fairfox和IE浏览器的 这个当中呢 我们获取它的负极标签 的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区别 那么对于IE而言 首先我们同样的需要去找到 当前的这个标签 然后呢 通过ParentElement 去找到它的负极容器 那么还有一个 Fairfox Fairfox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 Orig 点ParentNode 那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Fairfox与IE呢 都支持Dome 因此 那么Orig ParentNod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这里呢 还是通过一个小小的demo呢 来给大家实验一下 那么我们切换到我们的IDE编辑环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呢 做了一个简单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表格 大家看一下 Table Table下面呢 放了一个TR标签 就是一行 这个里面呢 有姓名公号部门 联系电话操作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段记录呢 把它复制到这里 然后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随便加一个 比如说 这个是理事 公号 00 比如007 然后部门呢 比如技术 不 OK 电话呢 我们随便写一个 比如028-123456 028-1 然后操作 比如说 删除 那这个操作呢 我们把它 放在这个 Button按钮当中 来进行操作 删除 OK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一行 一行 然后我们再来 复制 OK 多复制几行 那比如说 这是王 王5 那么这个是 张3 OK 这里呢 比如说 这个是张飞 OK 随便写几个 那么公号呢 我们也给它修改一下 这个是8 这个是9 这个是10 OK 那么这个是J2 这个是转到3 这个是转到4 好了 那么这里 我们这个表格呢 就初步成型 那么这里呢 我们仅仅是为了 模拟一个加Squipt的 一个 兼容性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CSS上呢 并没有对它做任何修饰 但如果这是一个 这个Web的应用系统的话 那么这里面呢 肯定会有一些 这个CSS 对于这个表格进行一些修饰 当然这里面没有 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么现在 我们要实现的这个基本功能呢 我相信哈 我们的同学呢 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了 就是说我现在点击这个删除按钮 要实现这一行代码的删除 这一行哈 这一行的删除 那么这种应用 在我们特别是WebU系统开发当中呢 用的是非常的广泛 非常广泛 当然它的实现呢 也有很多种实现的方法 可能呢 我们很多同学在学校里面啊 学习HTML基础 那么很难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实际的 这个开发案例 那么这里呢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那么以后呢 如果我们到企业里面去工作 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 这个实际的一些案例的话 功能的话 那么也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那么这个删除 如果我们使用GCRE的这个文档 GCRE的这个函数框架呢 很容易实现它的删除功能 但是呢 在我们的JAS Quib当中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兼容方面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好 这个Firefox和IE浏览器当中 它的这个ParammentElement 这个ParammentElement 还有ParammentNode 这两个 那么我们知道W3C标准 那么这个ParammentElement 它只是支持我们的IE浏览器 那么这个ParammentNode呢 它不仅支持IE 也支持我们的火福浏览器 那么所以上我们肯定要选择 下面这一个 在模具使用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 我们这里呢 这个按钮 我们待会儿呢 要给它注册一个 Unclick点击事件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给它定一个 删除指定 标签的 副标签 好 然后呢 Function Delete Delete 这个TG吧 这里呢 随便写个 我们这里呢 是删除TR标签 我们就写个TR 然后我们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给它 传一个对象进来 就是要删除 哪个标签的 副标签 给它传一个对象进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 根据这个对象 去找到 它的 这个 复级节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ParammentNode ParammentNode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首先呢 去找到这个TR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 OBG 它的ParammentNode 这是当前呢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标签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 在点击这个的时候 当前这个标签 肯定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Input标签 它的Paramment标签呢 就是这个 TD标签 那TD的Paramment标签呢 就是它的副标签呢 就是TR标签 所以说我们要写几个 OK 要写几个 肯定是要写两个 对不对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ParammentNode Paramment 我们这里呢 最好了 这种情况呢 最好你是直接复制 复制 而不是去敲这个代码 为什么 因为你在敲这个代码的时候 万一哪个字母呢 不小心敲错了 那后边你可能要找半天 然后呢 我们再找到它的上一个标签 再找到它的上一个标签 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TBBODY 等于约 TR的标签 那的上一个 上一个 负极节点 我们再来 就这样就找到 它最上级 最顶级的这个标签 就是TABLE标签 然后呢 我们TABLE标签 下面 现在 因为我们这里呢 没有TBODY标签 我们直接就可以使用 这个 这个对象 调用 啊 RE MOVE 注意哈 REMOVE CHERD 然后呢 给它传一个 这个 进去 我们要删除的是TR 这一行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呢 就是把这个详细的每一个步骤 那给大家写一下 就是啊 找到 它的 TR 标签 找到 这个 TBODY标签 然后这个是 删除 TBODY下面 当前的 这个 TR 对象 这个呢 我们把注释了 也写在上面的 这个函数是我们上一节 所讲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 实现一个图片的 切换 这点把写进去 那这个函数 怎么去调用呢 我们先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以后啊 那么 直接在这里 给它注册一个 Unclink 去调用它 这是个函数 那么函数呢 括号里面 我们应该传一个 Race 那么这个Race呢 就代表的是 当前的 这一个 对象 那么 这些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刷新一下 OK 看没有 就删除了 那这个功能呢 非常的不错 如果我们 当然我这刷新一下 它又出来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 IE这个火服浏览器当中呢 去尝试一下 OK 这是在火服浏览器下面的 一个基本效果 我们同样的点击 删除 它就删除掉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功能呢 是怎么实现的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本节的视频课程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下来呢 可以通过 我们这一讲 所讲的这个实例 自己呢 去敲一遍代码 去实现一下 那么我想呢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不仅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呢 而且就说要 能够熟练 掌握 这种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技巧 当然呢 网上还有百度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呢 你都可以在百度上面去 查阅 怎么去 这个写这个代码 都可以 那么我们这一讲里面 讲的这些知识点呢 也非常重要 大家下来自己呢 可以去看一下 好再见 再见 我看你自己的确认 我看你自己的确认 我看你自己的确认